海来应依药6821 H股市值35.1亿元 A加H总市值695亿元 昨日股价大跌7.5% 收市后发出激增208%至213的凝起 今日应可报昨日一跌之仇 当照往年习惯 其凝起应于1月25日公布 可能因内地价其关系 今次仍起迟来了五天 1.388 除了是港交所的代号外 亦是海来应2021年12月的IPO价 IP零价以较当时股 深002821 打了八五折 上市后曾十股送四股 当年388元IPO价调整为277.1元 现价127.1元 潜水五成半 2.海来应昨晚营起指 2022财年 12月年结 顺利 以高低范围中间落墨计 料达33.2亿元人币 EPS9.0元人币 按年增幅高达211% 业绩骄人 原因包括制製CDMO 及生物大分子CDMO高速发展 海来应2018财年赚4.28亿元人币 年增24% 2019财年赚5.52亿元人币 年增29% 2020财年赚7.20亿元人币 年增30% 2021财年赚10.69亿元人币 年增48% 2022财年盈利增幅了达211% 并非依赖低基数效应 截至2022财年的五年 海来应盈利增幅高达8.6倍 每年复合增幅高达57% 相信不易找出第二家 如此爆炸的上市公司 3. 上段所提的CDMO 是Contrac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的简称 中文为 外包药物开发 及生产解决方案与服务 简单来说就是 医药品的外包生产服务 药物及疫苗都涵盖在内 CDMO对新药研发至关重要 直接影响药物临床研究 及商业化成功的可能性 增加药物上市后的价格竞争力 海来应在CDMO 有于20年历史 截至上市时 已与全球20大制药公司中的15家合作 其中8家连续十多年有业务关系 亦与众多领先生物技术公司 及中小型制药公司合作 例如Mirati Therapeutics 美RTX Mirsonar Therapeutics 美MRSN 再顶医药9688 背达药业 深300558 和黄医药 013 迅达生物 18101等 4.去年9月底 海来应首上现金及金融资产 76.9亿元人币 全无银行借贷 财政宽愉 5.海来应A股去年9月开展8亿元人币回购A股方案 11月完成 回购523万股 即1.53% 动用资金7.99亿元人币 每股成本均价152.8元人币 亦股现价166.12元人币 6.上月底 北水持海来应21.8% 管月20日 苦年尾大增至27.3% 13个交易日内增持多达5.5个百分点 北水轻高变列增持 必有后着 不会短忍 海来应盈利复合年率增高达57% 非来自低基数效应 可享教高估值 现价127.1元 目标2022财年P18倍 可见187元 潜在升幅47% 见187元 仍教13个月前乃票价潜水90元 过去数月 大行目标价由131元 墨格里至246.8元高盛 海浦税药业9989 昨晚亦发出迎起 指2022财年 12月年结 盈利6.17至7.73亿元人币 中间落墨6.95亿元人币 EPS0.474元人币 按年增长188% 不计非经常项目 去年赚6.22至8.10亿元人币 中间落墨7.16亿元人币 增幅更达6倍 现价5.76元 P10.5倍 本栏上月29日于5.48元占买 现价累计升5% 恒指同期升11% PB0.64倍偏低 目标纵温8.6元 59%水位在后头 大摩去年11月 看11.4元 高盛去年11月 看9.36元